中国是全球芯片第一大进口国 咱们国家在这一块还是处于发展阶段的 大家都知道国内唯一有希望的就是华为 华为在这一块上已经做出一些成就了 但是相比较其他国家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每年双十一都是马云大赚一笔的时候 虽说平时他也没少赚 马云的阿里集团大部分人都将他定义为电商集团 但是实际上阿里自己的定位却是一家科技公司 而且公司还有一个名为达摩院的研究院 城里没多久就发布一款AR芯片 韩光800 这韩光一名就取自上古三大剑神之一 看这架势设想涌夺第一啊 不负众望的这款韩光800 确实被评为了世界上性能最强大的芯片 目前这款芯片已经被应用到了阿里云中 双十一即将到来 是时候检验芯片成果 咱们的钱包也要接受检验了 面对双十一 面对双十一